昨天下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介绍了2020年国务院部门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工作的有关情况 在吹风会上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言人瘦小利首先介绍 2020年国务院部门牵头办理两会代表建议8108件 委员提案4115件分别占建议提案总数的88.3%和88.9% 已经全部半截 采纳两会代表委员意见建议3700多条 公安部党委高度重视代表委员建议提案的办理工作 强调要把增强人民穷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作为办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着力在提高办理质量解决实际问题 改进公安工作上下公司 2020年公安部共承办全国两会建议提案683件 并全部在规定实现内高质量半截 在吹风会上 包括公安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等部门都介绍 在数量多 时间短的情况下 创新完善工作机制 加强建议提案办理制度化建设的情况 其中农业农村部2020年办理的建议提案1545件 约占当年全国两会建议提案总量的十分之一 涉及乡村振兴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深化农村改革等重点议题 农业农村部也通过机制建设 通过三种方式提高办理水平 建权督办机制建立任务抬仗 一定到底按时收账 注重沟通协商 不管是主办件还是参业件 都与代表委员进行联系 实现全覆盖沟通 注重突出重点 把重点建议提案办理 与重点工作统筹推荐 2021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 而在吹风会上 国务院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都表示 后续将会继续办理好 两会代表委员的建议和提案 把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转化为推动后续工作的措施和行动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